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16集 那我們今天也要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關於是說 學長我在悶蒸的時候 我下面留下的水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然後什麼樣的狀況才代表說是不OK 代表悶蒸失敗呢 其實這個問題 第一要先確認的是你用悶蒸給多少水量 那我先給大家一個基本的觀念 原則上悶咖啡粉跟水 你在悶蒸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有1比1左右的水 是會含在你的粉塵裡面的 就是說你的粉塵 20克的粉塵大概可以吃20克的水 它不太會滴下來 還有這個吸力 所以如果我今天使用的是兩倍的水 像學長比較喜歡的是1比2 就是20克的粉 用40cc的水去做的情況之下 確實會有一部分的水會滴落在你的下壺裡面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咖啡粉本來就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能力 去把所有的粉全部都吸住 所以如果你有個10克左右的水滴落下來 是完全正常的 那如果你有20克左右的水滴落下來的話呢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再超過20克了 原則上10克到15克左右是比較正常的 因為其實你的粉是有能力吸附大概20克 甚至最多可以到30克 那為什麼我們 這個會成為我們的一個好與不好的判斷標準呢 因為其實我們剛開始悶蒸的水呢 是希望這個水能夠讓我 咖啡粉跟咖啡粉之間的間隙呢 能夠拉近 那並且進行第一段風味的釋放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點水下去的時候 水馬上 而且大量的全部都流到下壺裡面的話呢 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目的呢 就沒辦法達成了 那你在進行第二次給水的時候 就會發覺說 哇 我流速會太快 導致於你整體風味都沒有什麼味道 OK齁 所以呢如果你第一次給水的時候 發覺說 我給40克這些水 它可能慢慢的 可能過了10秒15秒 慢慢的流到你的下壺裡面 事實上來說可能有很多的水呢 它還是在前面的10秒15秒過程中 仍然是跟你的咖啡粉有做一個接觸 這種情況之下呢 其實剛剛所說的那個不好的狀況呢 又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呢 好 我們可以下一個簡單的結論 悶蒸的情況之下 下壺會有低一點點水 這個狀況是正常的 尤其是當你的悶蒸水量 是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要盡量避免什麼樣的狀況呢 第一個狀況就是 太多的水全部流到下壺 第二個狀況就是 這些水呢 太快就流到下壺 這兩個狀況呢 如果我們都能避免 OK 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多 它慢慢的流 或者是說它是少量的流到下壺裡面的時候呢 都能夠完成我們的悶蒸的任務 所以呢 就不用太過於care了 那我們知道這結論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啦 就是為什麼 會讓你的悶蒸的水 會這麼大量的流到下壺呢 那大部分來說呢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你的粉比較偏粗 第二部分就是你的給水力道呢 可能太強了 第三部分就是你的布水的位置呢 是不太正常的 正中間給的太少 外圍給的太多 以上三個狀況呢 都可能讓你悶蒸的水呢 大量的流到下壺裡面 導致於悶蒸容易失敗囉 那我們弄懂了悶蒸和下壺水的關係以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用眼睛稍微看一下 你悶蒸的狀況 其實然後再去調整你的給水的大小啊 或是你布水的位置啊 其實對你的悶蒸呢 都能夠做出很好的幫助囉 OK 那我們的硬派評論A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